我们的宇宙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吗 还是说 在它诞生之前 早已上演过无数长宇宙的兴衰与轮回 这是一个困扰科学家 也让无数普通人也不能寐的问题 最近 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 再次给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答案 它捕捉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画面 这些发现 不仅挑战了我们几十年来的宇宙认知 甚至可能彻底动摇整个科学世界的根基 比如 一个新发现的星系就明确告诉我们 我们对宇宙黎明的理解可能大错特错 而且 它和维博之前揭示的那些不可能的宇宙结构一期 逼得科学家不得不承认 也许 我们理解的宇宙模型本身就是不完整的 于是 越来越多的专家开始质疑 是不是大爆炸理论并不是最终答案 我们的宇宙 也许经历过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英国诺贝尔奖得主 著名物理学家彭卢斯 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他不仅坚信 宇宙遵循着毁灭与重生的永恒循环 还声称自己已经找到了这种宇宙轮回的直接证据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维博望远镜在深空中究竟发现了什么 而那些神秘的天体是否真的可能来自于前一个宇宙 维博望远镜在扫描北斗七星附近的一片天空时 捕捉到了一些神秘的光点 这些光穿越了超过一百三十亿年的时空 才抵达我们眼中 换句话说 我们看到的是宇宙诞生后五亿到七亿年间的景象 这些光点其实是早期星系的信号 然而科学家们大吃一惊 这些年轻星系的质量 竟然已经和今天的银河系差不多大 按照我们的标准模型 当时的宇宙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物质 来支撑这样重量级的星系出现 于是 这些不合逻辑的庞然大物 被研究人员戏称为宇宙破坏者 他们就像是捕损之客 硬生生打破了科学家拼凑已久的宇宙拼图 而更让人头疼的是 这仅仅是个开始 随后 维博又不断发现更多星系 他们不仅恒星密度惊人 而且膨胀速度 似乎也和我们的理论预测对不上好 这里的关键是所谓的哈勃常数 它描述了宇宙膨胀的速率 理论上 按照宇宙学的纸面推算 这个数值应当是67公里 每秒每百万秒差距 但一旦我们通过观测超新星 红巨星 引力透镜和变星来实测 它却变成了73公里 每秒每百万秒差距 维博望远镜的最新观测 再一次确认了这个天文级别的矛盾 问题是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 难道真的使我们理解错了什么 为了破解这个谜团 一些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我们的宇宙可能正在与其他宇宙相互作用 甚至合并 想象一下 在大爆炸之后 我们的宇宙并不是孤立成长的 而是可能被一个更庞大的母宇宙所包裹 它在快速膨胀时 或许就是因为被这个更大的存在吞噬 科学家甚至构建了数学模型 来推演多个宇宙之间相互作用的可能后果 结论令人震撼 这种情境不仅能解释我们观测到的膨胀速率 还比标准模型更加稳合实测数据 换句话说 微博的发现正在迫使科学家们重新思考 我们所谓的宇宙可能只是浩瀚多元宇宙中的一个小小旗袍 要真正理解这些发现的意义 我们得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宇宙的黑暗年代 那时候 宇宙中充满了中性的氢气云 就像一层厚重的迷雾把光完全遮蔽 直到第一批年轻恒星点亮 释放出强烈的紫外辐射 把氢气电离 宇宙才逐渐破晓 科学界普遍认为 这个在电离阶段大约始于大爆炸后三亿年 然而 微博望远镜却发现了一个令人瞠目的时间逆袭 它捕捉到一个名为GSC11-1的星系 竟然在宇宙诞生仅仅3.3亿年后就已经存在 更离奇的是 这个星系正在释放大量紫外辐射 其特征对应着所谓的莱曼α辐射 按现有理论 这种辐射只有在氢气被大规模电离后才会出现 但按照我们的模型 这个阶段应该远在数亿年之后 研究负责人 剑桥大学天文学家乔里斯怀特斯托克之言 这完全出乎意料 他的同时凯文海因来因补充说 从理论上讲 我们根本不该在那个年代看到这样的星系 但事实摆在眼前 这个星系发出的紫外辐射 星系而强烈 而且已经扩展成了一个直径超过65万光年的电离氢气泡 这意味着 要么在电离比我们以为的更早发生 要么它的速度比我们预测的快得多 这不仅让科学家怀疑 是不是我们低估了小型星系在宇宙早期的作用 甚至有人提出 这可能就是前一个宇宙的遗迹 说到前一个宇宙 就不得不提到彭罗斯的循环宇宙理论 他认为 宇宙并非一次性事件 而是一个永不停息的循环 膨胀 消亡 再膨胀 再消亡 它的核心证据 来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那是大爆炸后 约38万年遗留下来的余晖 至今仍弥漫在整个宇宙中 彭罗斯和他的团队声称 在这片古老光幕中 他们发现了奇怪的圆形斑点 这些区域的温度波动 远超平均水平 他们将其称为霍金点 理论是这样的 在每个宇宙时代的尽头 超大质量黑洞会彻底蒸发 释放出霍金辐射 这些能量残余 就会以霍金点的形式 被带入下一个宇宙 于是 在今天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图像里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前一个宇宙留下的痕迹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么我们观察到的宇宙 根本不是第一次 而大爆炸 也不是万物真正的开端 而只是宇宙永恒循环中的一次大反弹 人类观测宇宙的脚步 从来没有停下 从17世纪惠庚斯的高碑望远镜 到2022年发射升空的微波 再到2024年将在智力启用的世界最大光学望远镜 Elt 我们不断试图 看得更远 更清楚 结果也令人惊叹 火星的蓝色日落 木星持续400年的大红斑 海王星时速2600公里的飓风 甚至木威尔冰层下的暗海洋 这些画面不断刷新我们对宇宙的理解 但即便如此 微波望远镜带来的震撼依旧最大 它不仅揭开了宇宙的童年照 还让我们直面一个问题 我们理解的宇宙可能远不是全部 微波还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在宇宙刚诞生几亿年后 就已经存在超大质量黑洞 按常理 这些怪兽需要数十亿年才能成长起来 可他们却早早现身 有科学家猜测 这些黑洞或许并不是在我们这个宇宙里新生的 而是从前一个宇宙继承下来的遗产 如果真是如此 那么他们就是宇宙轮回的活证据 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冷点 同样令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 它是一个异常巨大的低温区域 过于庞大和寒冷 无法用量子涨落来解释 一种激进的解释是 这可能是我们的宇宙与另一个宇宙擦肩而过时留下的痕迹 就像两个肥皂泡相撞 碰撞的印记依旧存在 倘若如此 这就为多元宇宙理论提供了直接证据 随着一个又一个不符合模型的发现 科学家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大爆炸真的就是起点吗 还是说 它只是一次宇宙反弹 彭罗斯的循环模型 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答案 宇宙没有真正的开始 也不会迎来真正的结束 它会在膨胀到极致后归于光 然后再一次爆发 进入新的轮回 黑洞在蒸发的那一刻 把能量和信息传递给下一个宇宙 留下所谓的霍金点 成为新一轮宇宙的种子 这意味着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切 星系 行星 生命 也许早在无数个宇宙之前 就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存在过 当然 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认同这些解释 很多人依然坚持 大爆炸是最佳模型 但不可否认的是 微博望远镜接式的一系列矛盾和异常 正在迫使人类承认 我们对宇宙的认知远远不够 宇宙究竟是单一的 还是循环的 冷点和霍金点 真的是前一个宇宙的证据吗 我们是否正生活在一个 更庞大的多元宇宙网络中 这些问题 也许短期内无法解答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随着更强大的望远镜 和更深入的观测 人类正在一点点接近真相 最后 我们把问题留给您 您还相信 大爆炸是宇宙的唯一开端吗 还是觉得循环宇宙的解释更合理 未来的答案 或许会比我们现在想象的更离奇 则会比主要公正的证据